小小蜜又到了我們的故事時間了 而且我們還在講那個喔 新年繪本喔 今天要講的是什麼故事 他們是誰 他們是各種不同的馬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他和馬應該不算馬 他只是有馬這個字 他特徵外表一點都不像馬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黑馬和和馬 認識自我並建立自信的故事喔 十二千小的品德繪本我們都很喜歡 一起來看看這個故事吧 黑馬和和馬 在一座大森林裡面 一匹黑馬跑了很長的一段路 他跑累了口渴 到處找水喝 可是呢找了很久 始終找不到小河 是小河在和我玩捉迷藏嗎 黑馬停下來 將耳朵貼在地面 仔細的聽哗啦哗啦 他聽到河水流動的聲音 於是立刻起身朝小河的方向跑 不久他到了河邊 大口大口的喝著水 突然啊很禮貌出兩個耳朵喔 看起來就像是他的耳朵 咦 有一點像耶 哈 誰躲著一匹和我一樣的馬呢 黑馬自言自語 嗯 馬竟然能憋氣這麼久 我真佩服他 黑馬想認識這匹很會憋氣的馬 是什麼馬很會憋氣呢 可是啊 當那隻動物把整個頭露出水面時 看起來簡直是個怪物耶 那對耳朵變得好小 下巴卻大的驚人 你不是馬 你是什麼怪東西啊 黑馬問 我不是怪東西 我叫河馬 是你的親戚 河馬說 你是我的親戚 黑馬感到疑 呃 懷疑耶 嗯 你是黑馬 我是河馬 都有一個馬字啊 不是金雞是什麼呢 河馬邊說邊游向岸 哇 他的身體真大 兩隻腳又短又肥 我覺得蠻可愛的啊 河馬躺在岸邊曬太陽 打了一個大呵欠 露出好大的牙齒喔 嗯 我的親戚 你能教我如何憋氣嗎 黑馬很有禮貌地問 你要拜我為師嗎 河馬看了黑馬一眼說 好吧 誰叫我是你的親戚呢 他們走到河裡 河馬說 憋氣很簡單 只要暫停呼吸就行了 他把河馬拉到河底 要河馬照著做 河裡的魚蝦呢 發現突然來了兩個巨大的怪物 嚇得紛紛躲避 黑馬起先很興奮啊 因為他看見許多 在陸地上看不到的水中景色 可是當他想換氣時 問題就來了 什麼樣的問題呢 黑馬急著換氣 忍不住用鼻子吸了一下 河水流進他的鼻子 他嗆水了 欸 嗆水的感覺很不好受欸 黑馬不停地掙扎 激起巨大的水花 他一連喝了好幾口河水喔 還好啊 河馬奮力把他拖上岸 黑馬大口喘氣 呵呵呵 難受得連眼淚都掉下來了 唉 想不到我有這麼笨的親戚 你自己多練習啊 一個月後再來教我 喔 丟下這句話 河馬走進河裡遊走了 我覺得他有點不負責任欸 老師怎麼可以就這樣拋下學生呢 回家後呢 黑馬找來一個木桶 裡面裝滿水 每天練習憋氣 起先呢 他只能憋一分鐘 慢慢的增加到兩分鐘 三分鐘 不過啊 他還是常常嗆水 難受得呼吸急促 兩眼滿是血絲 所以他 這種東西是可以靠訓練練習 然後進步的 不過還是有一些天分在 對黑馬來說還是比較難 黑馬因此更崇拜河馬了 甚至學河馬走路的樣子 他把耳朵盡量放低 下巴抬高 而且盡可能的壓低身子走路 模樣十分滑稽 看見他走路模樣的動物 無不大笑 一個月後呢 河馬看見黑馬 學他走路的滑稽樣 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為什麼笑啊 黑馬困惡的問 你不是河馬 幹嘛學河馬走路 說完 河馬拉著黑馬往水裡跳 想測試他憋氣的情形 這次呢 黑馬沒有嗆水 而且呢 足足憋氣 憋滿了三分鐘喔 河馬很滿意 你有沒有辦法憋氣憋三分鐘 我可以憋一分鐘 一分鐘左右 那也很厲害啊 全身放鬆 想像自己是一根浮木 河馬教黑馬練習漂浮 可是黑馬一下水 身子就沉下去了 河馬又叫他回家練習 一個月後再來 回到家呢 黑馬找來一個超級大浴缸 裡面裝滿水 天天練習漂浮 太陽升起啊 他泡在浴缸裡 月亮升起 他還是泡在浴缸裡 可是呢 黑馬還是學不會漂浮 他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在水裡泡太久 手會皺皺的 皮膚都會爛掉 他有那個啊 那個 這什麼 浮板 就可以幫助他浮在水面上 有一天那靈光一閃 很快的從浴缸裡面出來 直奔涼房 我怎麼沒有早點想到呢 只要把身體養胖 讓脂肪增多 不就可以輕輕鬆鬆的浮在水面嗎 黑馬認為就是一個好辦法 得意洋洋的大口吃涼菜 會不會他變胖之後 反而沉下去啊 嗯 一個月後 河馬幾乎認不出黑馬了 黑馬變成了胖馬 嗯 好可愛喔 就像個圓木桶 嗯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胖的馬 河馬嘀哭著 黑馬悶不說話 他一定很難過這樣子 人家批評他說他很胖 黑馬不高興的說 河 對不起 河馬不高興的說 真是自以為是的傢伙 我問你 絕會漂浮了嗎 黑馬一聽啊 很快跳下水 他以為身上的脂肪可以讓他浮在水面 沒想到身子變重 反而沉得更快 像一塊大石頭 朝河底墜落 河馬趕緊挑下河 把黑馬救上岸 黑馬喘著氣 差點沒命的他 心情十分沮喪 嗯 我認為你根本不適合學游泳 馬是不可能變成河馬的 就像河馬不可能變成馬 說完呢 河馬走進河裡就游走了 河馬 黑馬躺在地上 不停的喘氣 他覺得思緒很混亂 必須理出頭緒來 一年後呢 在綠森林舉行的一年一度 越野賽跑中 黑馬一馬當先 領先其他的選手欸 但他衝破了那個 衝過終點 最後登上冠軍寶座 動物們騎身為他歡呼 稱讚他是難得一見的千里馬 河馬長身在觀眾席 遠遠的看著黑馬披上彩帶 接受頒獎 他很高興喔 這個曾經迷失的朋友 終於認識自己 並且充分發揮專長和潛能 他很慶幸 自己的一方苦心 總算沒有白費 所以你要找適合自己做的事 有天分的事情去做 就會比較簡單 然後又可以成功 所以馬在12生肖排第幾 排第七喔 馬七叔開獎 所以這裡有介紹一些馬的事情啊 然後呢 毛色有什麼顏色啊 壽命有多長啊 然後馬跟人類的一些關係 像馬人的性格 如果你是馬年出生的朋友 就是你啦 小小咪 就要恭喜你了 為什麼呢 因為馬年出生的人 性格開朗 思維敏捷 而且洞察力強喔 欸好像你喔 講得很準耶 不過啊 性格多變 沒錯 你這個性格多變的人 性情每天都這樣改來改去 會導致脾氣暴躁 這點也好準喔 產生暴跳如雷 怒火中燒的情形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好可怕喔 然後呢 生肖馬的名人有誰呢 有 有 歌唱加巴巴拉史翠山 有米亞卡伯特 有米亞卡伯特 是馬米亞卡伯特啊 牛頓也是馬年生的耶 嗯 然後跟馬有關的英雄 和名馬 喔對不起 名馬和英雄 有什麼 八俊馬 七俊啊這些 跟馬有關的成語 還有那個諺語 是我最喜歡的 馬馬呼呼 就是你啦 還有馬不知臉常 比喻人不知道自己的缺點 牛頭不對馬嘴 比喻答非所問或事情兩不相符 丈夫一言快馬一邊 男子和說話算話話以出口 就像策馬向前 永不追回 人善被人騎 馬善被人騎 我覺得好像在說我的處境喔 我都被小小咪欺負 好 還有和馬有關的邂逅語是 馬兒穿豆腐 欸這我沒聽過 提不起 因為馬尾和馬頸上的毛 是無法提起豆腐 喔 不是馬兒 馬尾兒穿豆腐 我想說馬怎麼穿豆腐 馬尾兒穿豆腐 提不起呢 因為馬尾和馬頸的毛 是無法提起豆腐的 比喻人 意志薄弱 還有什麼 還有 梅仁婆 石馬糞 他幹嘛撿這麼大便啊 越發越曬 是嗎 形容別人越著急自己 越高興 好奇怪 沒聽過 再來呢 跟馬流關的植物有 馬英丹 馬茶花 馬拉巴 馬拉巴 麗嗎 還是樹 好像是樹 欸我不知道 我現在中文變得很差 然後馬的朋友 就是河馬 他這裡有介紹河馬 河馬會張開他的血盆大口 啊 好可怕 好啦 講完這本就是黑馬和河馬的故事了 再見 你這個大黑馬 啊 啊